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还没有变化 如果今天有一个Sample 要类似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格 这样的一个表格应该没什么问题 第一个上方一定是一个TH TH总共会有六栏 分别就是星座 我想这个网路上找应该可以找得到 星座生日 然后星座花 星座花也比较少 然后星座的图案 这个图案我也是从网路上抓的 把它Save一下就OK了 然后星座的情人 星座情人 比如说水瓶座是什么呢? 理性自由 我不知道准不准 双鱼是体贴浪漫 我认识过双鱼是非常浪漫 浪漫到会有点让人受不了的浪漫 比如说每天一定会写一封死亲书给你 然后跟你讲说 你可能写了三天之后都没回他 你怎么都没有回我信 累积下来 大概累积了几百封 你看了就觉得 连看的实验都没有实验看 就是很浪 然后金牛座的话是坚真不移 然后双鱼座我也认识过 真的也是善变的情人 真的是非常善变的 我不知道准不准 在座不知道有没有是双鱼座的 双子座 善双鱼座 善变的情人 不知道这里 不知道是不是跟双鱼座 因为我认识的双鱼座 双子座的 真的就是感觉 经常在做 是不是 这个什么 天人交战吗 我到底要选这个 要选那个 所以当他的情人 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然后练家的情人 然后这个是自信的情人 要求完美 这个啊 处女座应该都是这样的个性 他们认识的 他也是这样的 那天明座是什么 若即若离的情人 感觉好像有点像 因为我就是啊 我就天明座的 什么叫若即 因为可能会觉得说 要保有自己的空间 所以会觉得 也不要黏得那么紧 要保有自己的这个空间 然后 天蝎是爱恨分明 然后射手是向往自由 摩羯的话是 固执工作狂 不要再准不准 OK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网页的话 那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 其实 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那 这个怎么 把这个版型做出来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boulder部分 你会发现 这个外框 我给它倒数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外框 基本上 比较宽一点点 到实 然后呢 这个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 boulder的color 有没有 有没有 boulder的color 我是用什么呢 用一个 橙色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加一个 boulder 特别注意 就是在boulder后面 怎么样 加上一个叫什么 color color light 颜色 这一个标签 后面的话 你给它颜色 颜色部分的话 我给它16 16 这个16进位的颜色 然后 boulder color的 这个是一个什么 漸层色 有一个light 跟一个dark 那给它两个颜色 你可以给它一个漸层色 它会帮你做出 类似像画面上看到的 像这样的一个颜色 有一个漸层的效果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字型部分 那特别注意 字型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boulder的face face部分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呢 你做网页的时候 你得要兼顾一些 就是说你client one 到底有没有这个字型 如果没有的话 你即便给它标开体 它也修不出标开体 它会用预设的什么 可能信息名体来代替 所以很多人 比如设计的时候 用什么华康 什么娃娃体 什么少女字型 等等的 有没有 那其实说真的 在一般人电脑上 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它除非有安装 对应的一个字型 否则也是不会有字型 那color的话呢 我们给它一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给它一个什么 一个紫色的 所以修出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地方有没有 这地方是 这个是我们黑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想 都就是其他差不多 就color部分的话 也是字的颜色 给它一个颜色 然后再一个td 前面是标题 底下的话是字 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图的部分 那我只有给它高度 那其他宽度 它会自动调整 那这样就把这个部分 秀出来 这个是第一个sample 所以请各位 也练习一下 里面的重点就是 外框 10 然后它的外框 有深跟浅的部分 做出一个漸层色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字型的部分 加一个face 加一个face上去 OK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练习一下 试试看 那资料的部分 我想各位可以搜寻一下 你打一个那个 Google一下 那个12星座 也可以找到相关 类似的 也不见得 一定完全一样 你就大概 看了几个栏位 你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那图的话 网络上也找得到了 在里面的话 一定有12星座的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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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